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突然醒了 他发现刚刚喝酒 所有的快乐是一个梦 他就大哭起来 哭得简直如上烤壁 觉得人生怎么这么痛苦 这么悲哀 可是过一会儿又醒了 发现刚刚大哭是梦 好 注意 他用的文字非常简单 梦引一久者 但 但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 天亮的时候 梦醒的时候 他的梦醒了 所以发现刚才是在梦中 所以他就哭了 梦哭泣着 但而甜烈 那个梦到自己在大哭的人 天忽然亮了 梦醒了 他就跑去打猎了 可是他怎么知道打猎不是梦 我们怎么不知道 我们现在此刻在这里是梦 是在梦中 也许等一下擅长是梦醒 好 红楼梦一直在用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梦跟真实的界限 到底在哪里 梦跟真实的界限在哪里 我觉得这里面是了不起的一个 早期心理学的探测 梦引久者 但而哭泣 梦哭泣者但而甜烈 可是在我年轻时候 我的感动是说 我对所有自己的高兴跟不高兴 忽然又有一种怀疑说 他会不会在一个梦中 如果在梦中 你的高兴是梦 你的痛苦也是梦 它都不是真实的状态 一切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又是金刚经的四句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庄子跟金刚经 其实有非常大的呼应的 某一种关系 所以庄子提醒说 绝最后两句 绝而后知其梦 你要醒过来 你才知道刚才是梦 你还没有发生醒这件事情 你根本不知道刚才是梦 而大绝而后知有大梦 大家知道他在这里问的是什么吗 他说那么一个孩子诞生 他是进入梦中还是醒 一个人死亡 他是醒还是进入梦中 他把刚才的生死忽然逆反过来说 就是我们觉得死亡是结束 也许死亡刚好是开始 死亡刚好是那个大梦的结束 所以最后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的那个贾宝玉 跟父亲磕了头走掉 是他大梦醒觉 开始断绝了他跟父亲的人事间的关系 磕了三个头就走了 是大梦醒觉 所以我们都看到 庄子所有这些故事 在整个文化两千年当中 发生了巨大巨大的影响 他讲梦实在讲得太好 我们再看一下 王两跟梦的 跟影子的对话 对不起 王两我们其实在春秋战国的哲学里 常常看到 通常是写成底下的那个王两 王两有人认为是影子边缘 那个模糊不清的那个地方 有人认为王两就是精灵 有点像摩基里哈比人那种 它是一种精灵的状态 或者魂魄吧 那这一段就是 王两就问那个影子 就魂魄忽然出来问影子说 你好奇怪哦 你这个影子怎么跟这个人的形体 老是在一起 这个人形体站起来 你也站起来 这个形体走路你也走路 这个形体坐下来你也坐下来 你根本没有自己 好 何其无特操语 这一句是说 你好像没有自主的东西 你就是依附在一个形体上 你就是一个影子 那这个影子就说 我没有办法 我就是依附在这个形体上 我本来就是形体的一部分 他说你没有看过吗 那个蛇 它有灵 它身上有灵 如果这个蛇死了 这个灵当然跟着这个死亡一起走 那条就是禅 我们在《逍遥》有讲过 夏天的禅 它有那个羽翼 它有翅翼 就叫做腹 那禅死了 这个翼也走 也一样走了 那我就跟那个形体 其实是一个不可分的部分 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魂魄 觉得他自主了 然后他对影子的一个问话 大概也让我们觉得 其实我们跟魂魄的关系 也是一个依附的关系 就是行跟心的关系 刚才讲行如搞木 心如死灰 他把它分开来讲 大家记不记得 陶渊明最有名的规矩来词 田园将五湖不归 记字以心为形意 长久以来 我在职场里 我的心 我的精神状态 根本是被那个形体所奴役着 记字以心为形意 也是受庄子影响 把精神的部分 跟肉体的部分分开来讲 所以这些大概都是 我觉得庄子哲学 在后来整个文化里 发生巨大的影响 因为儒家不太会分开讲 儒家希望这两个是合一的 所以要做圣贤 圣贤这两个东西不可以分开 可是庄子觉得 这两个部分 有时候真的是分开的 我心理向往的东西 跟我形体的 我有时候做不到 所以它有一点落差 那也是庄子跟心理学 近代心理 就是弗洛伊德认为 我们有三个我 那个到职场上班的我 回来跟家里的人相处的我 一个人躲在暗处的那个自我 其实我们有三个我 很希望上进的我 跟那个很希望 什么事都不要做 有点沉沦的我 都是我 我觉得这是庄子 在21世纪会更被注意到 因为本来我们的我 就是很多重 而在这个多重当中 寻找一种平衡 好 我们看它 最后一段 大概是最美的一段庄子 2000年来 年来变成美丽的一个故事 就是 我不知道庄子 为什么会跟学生这样上课 说有一天我梦到 我变成了蝴蝶 然后栩栩然跌 就是 就在天空上飞得 开心得不得了 那等到我醒来以后 我又变成了庄舟 那我就在问自己说 到底刚才是我梦到了蝴蝶 还是蝴蝶梦到了我 就是那个雾跟我 有没有可能 我从我的主观 根本无法了解 如果我走过一棵树 我可以跟这棵树对话吗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 秋日的午后 我坐在中欧的草地上 我可以跟天上 飞过的那片云对话吗 我想庄子蝴蝶梦里面 要讲的是这个东西 我能不能跟奇物 跟所有的万物中间 我的生命是跟它们互动的 而不是没有感觉的 所以这一段 我也不觉得 我要用文字注解 如果你去读各种 两千年来的版本的注解 最后这个梦都做不起来 因为你没有翅膀 是飞不起来的 那我觉得注解 刚好是把翅膀都全部砍断了 所以我愿意用下面一段影片 给大家看 我觉得这一段影片 会不会可能是 孟子最好的注解 我记得上次我们讲逍遥游 我看了很多像BBC 他们拍的一些鲸鱼的奇观 我们对生物的世界这么不了解 《奇物论》里面讲到的蝴蝶 我们大概也从来没有看到 蝴蝶孵化的时候惊人的状况 台湾蝴蝶很多 有时候我们在南部的美农那一带 会看到某一个孵化的季节 所有的蝴蝶破茧而出 几乎遮蔽天空 那个时候忽然会想到 庄子的蝴蝶梦 而庄子希望把 至少跟他上课的学生 带到一个大自然的神奇当中 我觉得他不是要解释自然现象 他是要人类在自然现象前面 欢喜赞叹 我们看到最美的一朵花在绽放 看到蝴蝶的羽化 我们大概整个热泪盈眶 然后你完全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形容 那个是站在大自然前面 忽然觉得人类文明的渺小 那我想这样的影片 我用它来做结尾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觉得 有一天我们在 即使在北京 在上海 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像蝴蝶一样 翩翩飞起 那没有沉重的东西 没有捆绑自己的东西 没有压迫自己的东西 至少在心灵上 逍遥而且起雾 能够让自己跟宇宙里 一株小草对话 一朵花对话 天空的云对话 我相信这里面有装置 最深的礼物在里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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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